乌克兰是不是头壳坏去啊 支持你的人说 你只能在你们家里面 跟一个入侵者打仗 打坏都是你的家具 打坏都是你的财产 这种战争怎么打 乌克兰有快撑不住的情况 美国第一个冲进去 就让他绝对不能垮 美国国务卿 第一天就带了4亿美金 人还没走或刚走的时候 美国就补20亿美金 美国不是没钱吗 他就不能让你垮 美国现在拜登总统选举怎么选 这个国家已经快完蛋了 西方媒体不会报道 乌克兰老百姓的惨状 现在乌军方面真的是 人数上面的减少 这是最大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空军也是 虽然我们看到 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6月7号表示说 法国将会提供 幻象2500的战机 还有派军事教官 去帮乌克兰培训飞行员 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说 西方要军援的F16战机 有可能是在6月到7月 这段期间送到乌克兰 但是现在看到说 虽然包括了丹麦 荷兰 挪威 比利时都已经承诺说 要送乌克兰F16战机 总共有85架 要组成4个F16中队 这是到5月底的最新数据 可是刚刚就我们讲的 目前飞行员实在太少了 只有20位合格的F16飞行员 在乌克兰 所以培训飞行员变成了 乌军的当务之旗 所以就算是现在空军加入 师董 您看 因为空军的加入是可以保卫 就是说协助 协助这个地面部队的安全 但是夺回空优 大概机会是不大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85架F16 那到底需要多少个飞行员 不可能只需要85位 因为有伤亡 比如说我们以二次世界大战 最激烈的一个空战 就是美国跟英国的轰炸机群 还有战斗机群 轰炸德国 还有和德国的战斗机 交战的经验 比如说每次派遣出去轰炸机 每次至少损失了100个Air Crew 包括Pilot就是驾驶员 包括炮手 包括比如说Navigator 就是那个导航员 每次至少损失100个 有的被杀死了 有的被俘虏了 有的行踪不明 有的回来了 但是他病了 心理的病 身体的一个病 所以那个人员要大量补充 那德国后来为什么失去空忧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飞行员不足 这个需要的不只是飞行员 而且是要有一定战绩能力的飞行员 这个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训练 从美国空军驻扎英国开始 到他们可以正式完整的实行任务 至少是一年 这里面除了飞行员的训练 要让他有一定的战绩能力 还包括后勤跟维修 所以你不只是需要85架飞机 不只需要这85个 你可能要乘以两倍 如果以二战的一个经验 还有你的后勤人员的一个训练 你的维修的训练 你其他的一个补给能力 所以这85个 我觉得85架基本上 它的政治的一个象征意义 事实上比较强而已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刚才 那个赖老师在讲乌军的整个部署 还有跟俄军 俄军和乌军的一个应对 事实上俄军有其他的 有自有其步骤 以及部署和考虑 可以看到说整个态势 事实上是 基本上是有利于俄军的 俄军现在感觉上是掌握整个节奏的 而且刚刚施总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飞行员就是不够 你一定不可能只有85个 那你不可能只要学会飞 你还要再学会 更重要的是在空中战斗 这个可能不是三两下 是可以培训起的 那现在谁就听到说 法国现在是要派他们这个教官 去培训飞行员 不过大家也在想说 那这样不怕得罪到俄罗斯 不怕得罪到普丁吗 而且呢 你也听到是普丁已经放出狠话 他说 如果你法国敢派这个教官 去训练飞行员 可以 那我就视同你法国这些人参战 我攻击他造成他们的伤亡的话 那就是你们的事情 那这样怎么算呢 法国军援 乌克兰应该来讲不算新闻 因为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就宣布 这个大手笔的赞助他 78辆的这个 最新锐的凯撒之手炮 而且还远派教官 前去协助训练 甚至还有外籍兵团的 推移人员 以雇佣兵身份参战 还有被隔壁的消息出来 那这是他愿意赞助 乌克兰幻象2500 为什么引起国人关注 最主要是幻象2500 也在我们台湾服役 在新竹空军基地 那所以国人会很关注 我觉得很熟悉的激情 但因为马克宏 在宣布军援的时机 是在6月6号 各国在庆祝 纪念 这个鲁曼密登陆 80周年一个纪念仪式上 我个人认为应该象征 意欲大于失之意 因为鲁曼密登陆 是为反对纳粹德国的侵略 而发生了一个军事行动 在各国基约态仪式 讲这种话 也是呼应当时的场景跟时机 那再加上马克宏 有没有讲到一些细节 比如说交付时程 那占助多少数量 有没有搭配 像是短程的魔法飞弹 中程的运母飞弹 有没有再搭配电子弹夹上这些 他都没讲 那所以说 最后这个时程能够实现 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以F16为例 整整在美国承诺一连半之后 这个乌克兰到现在都还没拿到第一架 按照便宜报导是要7月才会收到第一架 至于呢 如果拿到这样的一个飞机之后呢 翻向2500之后 跟既有的美式装备 跟二式装备 中间的整合会有问题 就是数据业能不能互相分享 也很大问题 最后一点是维修跟保养 如果维修保养 无法达到一个足够团犯略化 这边幻象2500战斗力很低的 因为现在的战争都是体系的对抗 单独一两个所谓的大杀器 无法发生作用 所以马克宏开了一个支票 这支票怎么兑现 还有在进一步观察 那有点可以补充 我想赖老师留学法国的 应该知道法国 俄罗斯的杜马 就是他们的厢队台湾立法院 有一位副议长叫做托尔斯泰 跟大文豪同名 他当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用法文 因为他法文很流利 回答过 这个法军来多少就杀多少 而且还考虑用核子弹轰炸 这个巴黎 虽然是嘴炮 但是也想象 这个法国人多少也会担心 特别是法国不是一变岛支持 马克宏军援 民意调查 还有媒体投书 甚至上街游行 都有不少反对的声音 所以值得再做观察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他的人口有100多万 那么俄军呢 最近这几天 从东北部突然发动攻击 打到快要逼近哈尔科夫 一度也让乌克兰的总统 Zelensky大力地向外界求援 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18号 他却公开地宣示说 莫斯科进攻哈尔科夫呢 并不是要寻求 占领哈尔科夫 而是因为俄军在哈尔科夫 东北部不断地去挺进 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区 那么对于普丁这种说法 当然也有人认为 这是可能像西方 或甚至包括是美国 再放一个烟雾弹 金哥怎么看俄罗斯下一步的战略 我想这个普丁本人 不是没有放过烟雾弹 所以普丁讲的话 不排除 当然有很多人 对他并不深信 但是我们就客观的军事激政 我们会发现 现在俄罗斯军队是采取 小股兵力多点突破 但是是非常有组织 或者取色火力的掩护 继续向前挺进 但是根据他所累去的 以及他所集中的兵力的数量 后续没有足够坚强的 这个后续攻击梯队 也就是除了先头部队之后 后续继续支持攻城 然后进入那边突破 逐屋战斗 到著名地作战 巷战这些兵力 显然是不足的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他很可能会绕过哈尔克夫 然后让哈尔克夫人 这个能够顺利的撤出 我想这是应该是 可能受到我们孙子兵法的 这个穷寇莫破 这个微臣必确 留一个口 让你那边可以离开 这个从前苏联时期 哈尔克夫就是认真的经营 而且他确实 是可以变成一个战略的重镇 而事实上乌克兰 跟俄罗斯整个战事之中 这个里头一直是前进的指挥中心 它是一个重要的据点 因为它是一个工业大战 它不只是一个据点 它里头有100多万人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撤 但是问题是说 它第一次的时候 它曾经打进去过 打进去之后 逐屋战斗 那个巷战 损失惨重 到了最后 实在资源没办法撑下去 乌克兰又拿回来 对 乌克兰又拿回来 它其实不是乌克兰拿回来 是它往外撤出来 所以说你问未来的这个情况 状况的发展是如何 我觉得这不是官存 单纯的军事问题 还要看政治的气候 它总是希望能够多占一些 就是这个土地 或者一个地区 将来在谈判桌上 总是要这个 作为交易的筹码 所以我想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它绝对没有 希望能够在这个战略要地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是 攻者所必取 守者所必顾 但是有没有必要 说一定要这样子 真正用攻坚的方式 这样子攻进去 我认为那个几率相对较低 OK 普丁这次针对哈尔科夫 接下来俄罗斯方面 要怎么样去 实行他们的战略 他的回答是在访中的第二天 那么这次看到普丁呢 当然全球关注的就是西部会 而且在访中的第一天 我们看到他是先去了北京 第二天去到了哈尔滨 17号是结束了 整个访中的行程 而在这个时候呢 也看到日本的朝日新闻 他们预测说什么呢 说普丁接下来很有可能 会闪电访问北韩 那同时也预测 如果普丁真的到北韩去访问的话 会前往东仓里的 卫星发射设施去参观 当然这个北韩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部长 也就是金与正 17号他才撇清 强调说呢 朝俄武器交易论 是一种外界荒唐的臆测 北韩无意出口 或公开任何的军事技术力量 而且呢特别强调说 包括最近这几天 我们看到是北韩发射了 这个弹道飞弹 他们是说针对南韩 而不是特别有什么其他的用意 好 说到了闪电访问北韩 倩姐你怎么看 虽然说也许不是接下来马上就去 但是接下来在之后会不会尽可能的尽快的安排 您怎么看 还有就是说接下来普丁基于对俄乌战事的发展 因为也看到他去中国大陆访问 而且特别着重在中俄之间的贸易 因为大家外界也在分析的是说 当经济稳了 接下来可能就在军事方面会有新的动作 这相关的一些连结怎么观察 我觉得日本的意思是一个 另外一个意思是说 他不但去北韩还要去越南 我觉得他就更为不靠谱了 那当然他是符合西方到目前把中俄一三个国家 打成背靠背的现在的假想敌 有的人就直接用邪恶轴心来描述 这个是和他们的这个剧本是吻合的 但是这个剧本里面 到底有没有另外一些可能性 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这次普京来 他跟中国大陆所建立的是一种 非常全面的发展关系 并且想要回到了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秩序 而二战之后的秩序 我们都知道 就是国际多边主义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开始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组织 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 IMF 整个的经济跟安全体制 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他这隐含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美国带头破坏了很多 二战之后的这些体制 那现在两国联手起来 是要去回复那个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 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 而且我们仔细去看 它在大陆所发展的东西 或是发表的共同宣言里面 第一个就是以社会经济发展 然后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为核心的 那这个部分就真正的展现了 俄国做一个军武大国 跟资源大国 而大陆作为一个制造大国 那目前逐渐成为军武大国 这两国联手的巨大实力 所以他们讲的部分 从能源的合作 其中包含一部分的核能源 谈了双边的贸易互相投资 更重要的是讨论工业创新领域 那个新型的工业的发展 就是我们不是在讨论过去的事情 全世界需要解决气候变迁 需要解决智慧革命 要解决新能源革命 也就是工业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这些东西就有先进产业 另外他还提到了航太产业 就是说大家记得 现在的空间站也不是 国际空间站也不是美国发的 是俄国发的 那现在新的是中国发的 所以说大家在讨论未来 在太空的秩序 最重要的是太空不得用于 对于任何国家的安全使用 就是不能变成军事使用的 这个太空秩序 他们这次也讨论了 未来的太空的发展 以及到月球的登陆等等等等 因此如果从这个大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中间可以讨论的去朝鲜 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因为这是讨论了图门江 就是要给吉林省一个开口 就是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就是我们从尼泊楚条约到爱魂条约以后的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中俄在过去 也就是在苏联世界 还打过很多仗 这次也讨论了黑虾子岛 讨论了涂门江的港口 海生威也有 海生威 更重要的是讨论了北方航线 就是说在北极海 逐渐地在全球暖化之后呢 它会成为一个商贸之海的时候 这个Northand Passage 这北方航线就会从比较靠北的这些港口往北走 那当然从日本角度来看说 你们在这里对我是有军事威胁 譬如说南千岛群岛的几个侦察站 但是它同时也可以有经济上面的效益 所以我认为我们正在做一个转嫌 就是国去完全是地缘政治的 你死我活的这个关系 以Security 军武为核心的 跟中国大陆现在在积极主张 从一带一路开始的地缘经济 我们互通互联互相发展的 这个地缘经济为核心的秩序呢 正在这个北方做一个转嫌 那在做这个转嫌的时候 那就不要忘了 它还可能去蒙古呢 因为有那个西伯利亚二号 然后在朝鲜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发射站 它可以去讨论图门江 所以说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 看着同一个地图 但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想象 以及不同的结果 而且那个方向也比较不像是 美国向来习惯长臂管辖 管得到的地方 如果往北方或是往东北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其实有一个新的突破 那接下来就看怎么样的发展 好 俄乌战场这边呢 看到乌克兰的方面呢 华尔街日报在5月18号则是报道说 乌克兰要求美方 就是拜登政府 必须要帮助锁定 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以便于基辅可以使用武器来进行打击 而乌克兰还要求美国呢 要取消使用美元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的限制 但大家一听到就觉得说 问题来了 黄老师 这个要求你觉得美国有可能会答应吗 是 首先要说明台湾媒体报道俄乌战争 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我们先不要讲说没有派记者 大量引用外电 充施希望媒体的观点 以及倾向呼应职任党的外交政策 对于乌克兰都是报喜不报忧 倾向报道他的正面新闻 让国人无从了解俄乌战争的真相之外 那光从名词翻译 比如说刚刚靖儿讲的哈尔科夫 至少我看到有能翻成哈尔基夫 有能翻成卡尔科夫 那么这个普丁又能翻成普金 那公式跟中央式又翻成普丁 不同的译本 对 就是三点水在一个潮州的普亭 古亭的亭 这个如果没有足够的国际识 恐怕都无助于了解这个真相 甚至呢 很重要的一个河流叫地涅伯河 又能翻成涅伯河 那我问过那个新闻台的经理 为什么要翻涅伯河 他跟我讲 因为俄文的D不发音 所以他翻涅伯河 但问题是这样讲也不对 因为如果按照这样要全套下去 我们讲到俄罗斯的坦克 T-72 T-80 要学中国刀要叫T-72 T-80 AK-47要叫阿卡-41才对 所以这很多问题是检讨 那回到刚刚讲的 这个乌克兰要求美军帮忙 这个我们举个例子 我觉得有可能吗 美国有可能吗 因为美军帮忙 乌军很多不同的层次 好比说我接到有人问卷调查 披头就问 台海发生了战争 美军会不会协访台湾 也希望台湾很多层次 提供防卫性武器 一直到提供攻击性武器 防卫性武器只能滋味 攻击性武器可以攻击到 射程可以到中国政府本土 还是协助台湾海峡畅通 不被封锁 甚至派遣顾问团 驻站 教官驻站 以及美军参战登岛 那么你也没有说清楚 是哪个变相 因为不同层次不同的强度 同样道理 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兰要求美军帮忙 按照刚刚我们荣哥讲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 因为美军战场 态势感知能力比较强大 远胜俄罗斯 协助锁定俄罗斯的重要政院目标 用乌克兰武器来打击 那国际媒体对于这回事 有一个很传承的报道 叫做美国瞄准 乌克兰开枪 就是美国把你瞄准好了 乌克兰开枪就好了 第二层次是用美军的武器 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当然美国方面 这方面可能有所保留 因为连最基础的战车 M1A2现役的 它都不肯提供 只提供第二手的M1A1 第二层次 请美军协助帮忙 打击俄罗斯境内 那又更不可能 因为俄战争目前为止 都属于代理战争的层面 对我们而言 并不是核心利益 所以仅止于第一个层次 协助所谓俄罗斯重要军队目标 由乌克兰来开枪而已 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不是yes or no的 这个两极化的一个划分法 在普丁这一次到中国大陆之前 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先到了法国去做了国事访问 也跟马克宏见了面 那接下来就见了普丁 中国可以看到是 他们在居中协调整个欧洲 那包括像是在欧洲的 这个影响力予日俱增 另外在南太平洋这边 最近则发生了一件事情 中间的关联怎么看 就是发属 新克里多尼亚 最近发生了反对法国的冲突 造成了已经有四个人死亡 那这场群众运动 其实是由新克里多尼亚 独派所发起的 所以也传出说 这背后有没有可能是 俄罗斯在策划 在煽动 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 法国政府发现 新克里多尼亚 社群媒体上面的反发宣传 账号大多是来自于俄罗斯 所以就这样子来推断 那么法国的 新克里多尼亚的问题专家 叫做范登代克 他表示说 俄罗斯在太平洋 使出他们在非洲的那一套 所推动反发的情绪 暗中支持 甚至是暴力动员 扰乱法国的势力 尤其对照之前 针对俄乌战争 其实也听到了马克宏 已经不是只有第一次 他是再次的强调说 不排除要支援乌克兰 但是他支援程度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也没有明说 所以接着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还要 稍微回溯一下历史 就是在过去的海权 殖民国家中 法国是至今 在印度洋跟太平洋 都还有很多殖民地跟属地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 因为他平常的温和的面貌 你忘记了 他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殖民国家 那新克里多尼亚呢 他要做独立公投 已经做了非常多次 每次都失败 那这一次的导火线是 法国的议会要 让一个法案是让在那里 居住超过十年的 法国人也可以投票 就是用这个 法国人的选票呢 去 稀释 冲淡 稀释或至少加入 这个独立公投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说 它是外国势力 但我觉得它是本国的 这种反抗势力的集结 那至于说TikTok 我最近看到太多地方 就是只有TikTok 让他们包含了像巴以阿 或者是美国的军事 跟中国大陆的无人载具 都是在TikTok上面的 你才能够看到 一个不同于大媒体的事实 所以难怪它在美国 是非背禁不可 那现在如果法国也要禁的话 那老牌民主国家 都是一致口径地说 只要我不喜欢 你就不能活 这不是伤及民主吗 那它伤及了民主 最基本的叫做言论自由 你假如没有言论自由 你就没有真正的民主 俄罗斯总统普丁最近表示 乌克兰总统Zelensky 在五年的总统任期 届满之后 就没有合法性了 所以说如果 俄双方举行和平会谈 将会构成法律上的障碍 而路透社也报道说 普丁他表达了 愿意透过谈判 达成停火协议 来终止俄乌战争 不过前提就是说 打到现在这个战线 就在这个战线停了就好了 不可能把打到的 拿到的这些乌克兰的领土 还给乌克兰 这是前提 但如果基辅跟西方 没有任何回应 当然俄罗斯也可以 仍然继续地准备打下去 Zelensky则是表示说 自己正在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也就是打得非常火热的 这个哈尔科夫的前线 他也不忘强调说 俄军的攻势 受到乌克兰军队的抵抗 最近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Zelensky 在接受法新社的访谈当中 被披露出来了 他有反省到 这个乌克兰当前面临的困境 他也坦白地说 不论最终是俄罗斯的胜利 还是美国跟北约的得意 乌克兰都将会是这场纷争当中 承受惨重损失的一方 因为他特别点到了一点 他觉得很荒谬 就是西方不愿意让乌克兰输 但是也不乐见俄罗斯输 输掉这场战争 所以他也表达了 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参与 瑞士所举办的 接下来的乌克兰的和平会议 听到Zelensky这么说 大使会不会觉得 真的是太晚了点 他也没办法 因为Zelensky他现在也不是说 能够决定这场战争打下去 还是不打下去的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他也是被绑上火战车 那这场战争到达到今天 两年多 真的 所有的战场都在乌克兰 也没打到俄罗斯 对不对 他虽然零星的攻击俄罗斯领苦 那就在指使波兰也没被 也没埃一颗炮弹 对不对 罗马尼亚也没有 打了半天就是乌克兰一个地方打 而且每次都不能打到俄罗斯境内 不行啊 美国人讲了 你不能乱打了 就是说 而且他们最怕就是说 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扩散 你是用溢出 那美国 这个谁定的 这个美国定的 对乌克兰当然一定想要 丢几颗 丢几个 几个炸弹 去炸一下俄罗斯领土 那俄罗斯没有办法阻止它 那谁在阻止乌克兰做这件事呢 那当然是美国在阻止啊 所以他真的觉得他 所以 所以想要战争就很奇怪啊 你叫乌克兰打 可是你又乌克兰又不能攻击你的敌人的本土 只能在自己家里面跟人家打架打仗 死的也是自弃神 老百姓平民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方面 炸毁的财产建物 所有的这个基础设施也都是 也都是乌克兰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第三者看来就是说 乌克兰是不是头壳坏去啊 这种战争你划算吗 你还不赶快停止 支持你的人说 你只能在你家门口 在你那家里面 跟一个入侵者来在自己家里面打仗 打坏都是你的家具 打坏都是你的财产 对住在家里面有外人嘛 都是你乌克兰人 这种战争怎么打 不过现在普丁丢了这个球 觉得那乌克兰或说西方 有办法接这个球吗 因为核跟战都是一个整体战争中的一些战略嘛 对不对 我丢核就是分化你啊 我丢核就是挖解你的战斗意志啊 对不对 我丢核的话让你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嘛 对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基本上是 这个只要有乌克兰战场上 乌克兰有快撑不住的情况的时候 美国跟欧盟都第一个冲进去 就让他绝对不能垮 撑住 这次打哈尔科夫 那个马上 马上这个 这个美国国务卿 就立刻飞到 飞到这个 飞到这个基辅啊 第一天就带了四亿美金去啊 然后接下来他人还没走或刚走的时候 美国就补20亿美金 美国不是没钱吗 没钱一下24亿美金就扎下去了 可见战况危险啊 就像你要拖下去 战况危险他就不能让你垮啊 你垮的话美国现在拜登总统选举怎么选啊 对他如果俄乌战争 所以现在你乌克兰自己也常常讲啊 他的外长现在不太出来讲话 他外长每一次跟北约的国家都讲说 我是帮你们大家在打仗 你们不支持我的话 是你们的损失 这个哲学我觉得蛮奇怪的 你干嘛要帮北约打仗 是北约有请你打仗吗 你自己也知道是帮西方社会打仗 那你得到什么呢 对不对 这个国家已经快完蛋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老百姓 老百姓我们是比较少看了 因为西方媒体不会报道 乌克兰老百姓的惨状 他前一阵子还报道 在这个在基辅年轻人还穿着时髦 在那边晚上喝鸡尾酒再办party 你觉得这是打了这么多年的 乌克兰的这个情况吗 可是西方媒体他就是这样反应啊 大使您觉得奥运期间有可能听火吗 他对于这个俄乌战争 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契机 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看哲伦斯基了啦 就看哲伦斯基决定 我觉得对普丁来讲 他是可以啊 可打可停 可打可停啊 现在这个战争的这个主动性现在是俄罗斯掌握 这很清楚的嘛 那你现在这个这个1000公里的战线 现在开辟新战场的是俄罗斯啊 哈尔科夫已经快把他的那个这个沃尔倉夫已经北面已经攻下来了 对 沃尔倉夫打下来以后 那个这个可以说哈尔科夫就门户洞开了 另外一方面前两天那个奥德萨被俄罗斯飞弹攻击 因为有大批的这个军火啊 还有这个雇佣兵从奥德萨进去 对 俄罗斯就开打了 就您提到俄军的攻势 5月10号开始我们也看到俄军呢 从边境向哈尔科夫发动猛烈攻势 他也逼得乌克兰呢 在当地部署增援部队啊 乌克兰的参谋部一位官员就表示说呢 经过两个礼拜的战斗 乌克兰国防军已经阻止了俄罗斯军队 并且正在进行反攻行动 而哈尔科夫这个地方确实局势是困难 但是是可控的 那另一方面呢 俄罗斯塔斯社啊 则是引述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说防空系统呢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上空 拦截了三枚ATM CMS的导弹 军方还摧毁了三架 飞到这个克里米亚的乌克兰海上无人机 那乌克兰的军事部落格呢 跟非官方媒体则是说呢 整个半岛有好几个目标都遭到了袭击 意思是说呢 乌克兰还在不断地发动攻击啊 可是在北方这个哈尔科夫呢 面临艰苦的战斗 可是在南边啊 又对克里米亚发动零星的攻击啊 感觉上好像没什么章法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战术 还是什么战法的 的确在目前的态势底下 乌克兰 乌克兰基本上是非常弱势的一方 但是他又要把战线整个拉长 对他是相当不利的 到底他这样子是以软及时呢 还是微微就造 我觉得关键就是说 他的军备实力 到底他这样的攻击 是不是能确实在军事上得到实益 的确克里米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是一个战略药充 他到目前为止还是俄罗斯 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堡垒 特别对俄罗斯的海军而言的话 大家都一直会以为说 波罗北边的波罗地亚很重要 事实上南边的黎海 黑海亚素海 事实上才是俄罗斯的一个重点 那这里的一个药充就是克里米亚 所以他不只是有政治上 主权上的一个意义 在军事上的确有意义 好 如果你的军备实力够的话 你攻击克里米亚 你可能对于俄罗斯的 那个logistic 就是整个运输物流系统 还有他的军事基础建设等等 甚至对他的一个海军的一个部署 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这不是乌克兰在这次战争 第一次攻击克里米亚 去年的9月 他也有类似的一个攻击行动 结果呢 所以重点 他到底是以软及时 还是微微就照 你微微就照要成功的话 你就要军备实力 那去年的例子证明 他只是以软及时 所以只能用政治意义解读 对内 对外 对西方 对俄罗斯 借着这样的一个军事攻击行动 表示说我们还在打 特别是对俄罗斯讲 我们还在打 这个战争还没有完 我们还在撑下去 对 俄罗斯 而且特别是对美国跟西方 被约这边 那当然对乌克兰来讲 其实他们现在非常渴望就是 我的空军啊 空军赶快来吧 这个来自乌克兰跟中国大陆的消息 指出说呢 第一批受训的乌克兰的F-16的飞行员 他们已经完成了训练了 那么这批飞行员呢 在美国还有其他国家接受培训 具体的人数并没有对外公开透露 而乌克兰呢 他会从荷兰 比利时 丹麦跟挪威 先拿到几架这个F-16战机 好 我要问的就是说 空军总算是回归了 可是我们讲 战争是讲战场的大势 这个大势能挽回吗 因为空军的回归 这个有点难度啦 那为什么难度的话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数量 虽然说西方会提供武器啊 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那一个飞弹的话 它可以射到300公里 但是它没有几颗啊 那没有几颗的话 能够射一射的话就没有了 所以说他们的想法是说 既然是没有几颗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要用这个优势 优势很难 那既然很难的话 你只能少量 少量 现在唯一一个点 他们可能会去做的 就是所谓的克里米亚大桥 之前去年曾经做过一次 后来它修好 但是现在已经有300公里 你说要再攻击克里米亚大桥 对 大桥 因为它那个300公里的话 应该可以很精准 那如果说全面上开来的话 这个确实 因为我们从之前的什么 树弹的 树弹嘛 就是给个几颗 然后这个什么 ATCM那个的话 也给个几颗 那给几颗事实上 也不能怪美国 因为他们的产能 产能嘛 就是有限 那产能有限的话 那你所说这个空 也就是来自于所谓的 爱国者飞 这个倒是可以弥补一点点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 日方洗武器的那个概念 就可以去帮忙他们 你点到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人 这是人数 就算有飞机 你要有人去飞 这是数量上面 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不要说是逆转胜 恐怕连逆转都有 颇高的难度 那所以怎么办呢 那接下来只能谈 那谈怎么谈呢 但现在看到这个G7的领袖峰会 即将要逼近 而问题预料会是 这场峰会上面的关键要点 那到时候呢 大家也在想说 势必就是用发表 共同宣言的手段呢 对俄罗斯再施加压力 然后呢 不排除进一步的 再对俄罗斯的经济 来加大制裁 之前都做过了 那接下来如果再这么做 有效吗 所以要怎么谈呢 在这个中俄峰会 在之前结束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是北京方面调停 俄乌战争的声音是水涨船高 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是说 连泽伦斯基都表示说 很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参与 在瑞士所办的这个 乌克兰的和平会议 可是中方的参与与否 评估点会是什么 大神 参加这不算和平会议 因为只有一方 对对对 你这个是在整个 等于说你对这个战争 你等于说是有促进作用 你等于说整顿一个联盟 来对抗战争的另外一方 那你就进行政治反化 对方绝对不会接受 你要和平会议的话 真的要和平的话 交战双方要一起来 所以我看到虚拟实 中国大陆的立场 就是说俄罗斯参加了 那俄罗斯你觉得会参加 俄罗斯没有被邀请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出品 阅 公园